台南一位20歲女子毛素貞 國中時期載學加入幫派 還在一次打架過程當中 左手手掌被砍斷了 也因為這樣讓她覺悟 認為應該要腳踏實地過日子 但是因為她手臂上刺青 讓她在求職路上是拼拼碰壁 手掌標示 因為飲料收錢結帳 俐落地把飲料裝進袋子裡面 毛素貞用滿是刺青的左手手臂 拿飲料給客人 還有不少顧客因此被嚇到 打架過程中左手手掌被砍斷了 讓她就此覺悟要改過相扇 不過毛素貞的刺青手臂 讓她找工作的路上老是被拒絕 之前去別的地方找工作 別人都會因為我的刺青 就直接就叫我不用面子 然後就直接叫我走 也是還是會有一些顧慮在啦 在店裡面會帶來一些什麼 負面的觀感之類的 是希望給她能夠有一個機會 拿著搖杯迅速泡好一杯飲料 現在毛素貞的刺青手臂 不再拿棍棒打架 而是認真工作賺錢回到學校念書 今年還以進胸部第一名的成績 榮獲市長獎畢業 毛素貞回別過去 現在腳踏實地靠自己的雙手 努力賺錢拖日子 記者來關章韋婷台南采訪報導